大安区区长郑玉峰与台北市安和福伦社社长王群文来到长者身边 逐一地向长者温侯握手并自证礼金 大安区公所和台北市安和福伦社连续16年举办大安传爱关怀独居长者活动 准备丰富的礼品和礼金帮助弱势的独居长者 长者也感谢区公所与福伦社举办这样的活动 让他们可以感受到满满的关怀 非常感谢让我们心里面也觉得很温暖 还有传爱的每年把这个爱传递下去 真的都很感动 特别不一样而且礼物特别丰富 李干事今天这么多礼物 就是礼物还有音乐 我们安和福伦社每年都有敬老年金 其实市长上阵以来对于伤者的照顾 他每次都非常用心 包括480点的一些放宽 我们知道老人UO卡480点 他一直要求社会局等等 要放宽这块 另外他最重要的就是今年 敬老礼金1500块已经开始要发放了 各位好不好 好 真的 这次啊市长已经亏为8年了 各位8年没有拿到1500块了 这次是 不论这都会叫 其实啊1500块都是怎样 是对长者的一个尊重 那另外今天也准备了非常丰盛的 各位可以看到桌子上 里面有现金1000块 每个独军老人出籍 在我们安和福伦社支持下 每个人有现金1000块 另外在我们护政事务所 在我们二管会退金的资源下 有一些营养食品 还有工所准备的一个产子 所以说今天是有吃又有拿 所以说希望可以给我们一个 长者一个尊重 给一个关怀 那我们知道长者是我们 这个社会智慧财富的象征 那我们也做出了表达 我们的关怀以及尊敬 那我们安和福伦社呢每年呢 都会提供一个这个关怀金 来关注我们的大安区的一个长辈们 那希望他们都能够身体健康 然后呢不只是在于平常 更在于是我们这个 随时都要能够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 以及关怀他们 这次我们也感谢我们其他的 各里的里长 尤其是我们二管的一个主委 他也提供丰富的一个赞助 那也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一个关怀 首先谢谢我们大安区公所 每一年 刚刚听了主持人说 16个年头 那个大安区公所的坚持 还有安和福伦社的坚持 我觉得这个公益的爱 这样涌传是很难得 这也是代表我们大安区 针对长者 独居的长者 有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非常的完善 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二管只是尽了一点心意 来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希望说 这份的爱能持续的涌传下去 现场多位大安区里长 都到场共襄盛举 大安区群音里里长石中盛 还带领群音乐团 演奏优扬美妙的乐曲 搭配演唱耳熟能详的怀旧金曲 透过熟悉的旋律 让长者重温美好的青春记忆 群音乐团都是一些 爱好音乐退休的音乐人士 来组成的 那我想这些老师 各个来头不小 比如说像我们总监 是这个王金老师 他在南加州是赫赫有名的 那我想今天看到我们今天的表演 也跟这个整个阵容 那我们非常非常高兴 那有这个机会 主要就是我们把爱传给大家 我觉得我们现在 就是帮助别人是很快乐的事情 所以我们很乐意 主要就是说有这个机会 给人做一些慈善的演出 那像我们常常 一个月大概两三次 到荣家 到这个敬老院 从南到北奔波 去给他们做慈善演出 其实我们里面 法治里面 就有很多的独居长辈 那现在因为老年的话 社会越来越严重 那很多独居的长者 他们在家里面 只是自己不在身边 那都要靠像我们里长 每个月 每个礼拜我都定期的 去看里面的老人家 那像我法治里面 独居老人就已经有 差不多 将近一百多位 然后我是固定的 就是每天去陪他们聊天 像早上他们如果来公园做的话 我就跑到公园 去跟他们聊聊天 然后或是到我们家里面 如果他们的生活起居 也需要什么协助的 所以我就把他们 当自己的长辈一样 除了有精彩的音乐 与歌唱演出 现场还设置健康照护 防灾教育等多样宣导摊位 提供血压测量服务 为长者健康把关 也设计防灾宣导小游戏 守护长者居家安全 大安区公所 希望透过结合公司部门资源 加强对弱势独居长者的照顾 也鼓励长者多多参与活动 让身心灵越来越健康 记者李奇卉台北报导 我们下午中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